日本文化影響對我的工作也很大 對我一輩人的處事工作態度也很大 日本人是很斯文 做事很正規 很有紀律 很仔細 這是日本文化的優點 這些我都學齊了 而應用在公關上是很適合的 代人節物 要有禮 做事要嚴謹 要細緻 這些都是對我的工作很有幫助 但我知道你當時在日本讀書 但要打工 情況有多惡劣 其實挺惡劣 因為我記得我有四份兼職要做 一時去做私人補習 一時去展覽會做翻譯 一時去學校教廣東話 一時去餐廳做侍應 其實甜酸苦辣都齊 但其實是幫助我一些堅持 對人與事的堅持 幫助我教訓我如何去代人節物 做事不要怕辛苦 向著目標藉走 一些解難的能力 應變能力 或者自立 這些都是我在日本多年 讀書和工作學到的 這些學到的東西對於我的人的成長 對於我的工作也很有幫助 即是獨立和解難的能力 你回來後 我知道你自己的夢想 要麼做公關 要麼做導遊 沒錯 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自己有確實的夢想 但你當時有自己一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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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那時為何去選擇 其實也有想過 最後我選擇公關 我覺得公關是專業的工作 而且其實發展會很大 也有前途 對 也有前途 當時已經懂得這麼想 我覺得公關其實前途會很大 因為國經濟一直發展 還有國內的發展 這一定會有助公關的發展 還有很多公司 大公司都需要公關 所以當時我們選了公關 亦都是因為這樣 我選了獨存理系